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定最后的装造细节 车内空间宽敞 我和梁月各站两端 中间隔着距离仿若银河 我拿着手机 看着微博上的好几条热搜 无疑不是关于江成梁 乔两家联姻的系列话题 话题内许多财经类的博主 进行着热烈的讨论和分析 就连外行人也能看出来 这是一场极具商业性质的豪门婚姻 梁氏企业的官博 公筑着新婚快乐 配图是我和梁月的合照 照片中两人一脸不情不愿的模样 任谁看了都说不出幸福二字 最重要的是 这张照片里的我 额头冒了一颗痘 我嘴角一抽 拿着被我放大到极致的照片 转头就想和梁月理论一番 梁月你 话到嘴边却又突然凝捏了 过几天就是婚礼 好不容易维持了表面和谐 这一吵不是又没了 我收了话头 继续玩着手机 在一旁默默地平息着怒火 耳边却又传来梁月薇雅的嗓音 又怎么了 又怎么了 又 我乔柔室有很多事吗 刚压下去的怒火蹭的一下又冒了上来 我摁灭了手机 双臂滴滴缓起 挑眉看着慵懒地靠在背椅上 正在小气的梁月 依旧是年少时那副漫不经心的模样 我更气了 梁月似也若有所感 她掀起眼皮 慢悠悠地抬眼望向我 好整以暇地等待着我的发言 大战一触即发 我背脊不自觉地挺直 微微抬起下巴 刚想反唇相机 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尖锐刺耳的刹车声 还没反应过来 我就被人死死地按在了怀里 轻烈的松木箱 凝绕在我鼻尖 我眼前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 耳边只声各个方位嘈杂的鸣笛声 车身好像被撞飞了 又开始翻滚着 不断在坠落 我只觉得我的肩膀被估得生疼 醒来后 发现我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我动了动僵硬的身体 想要起身坐起 谁知刚弯了下腿 便感受到了一股追心的痛 冷白的房间里空无一人 我无力地躺了下去 脑海中不断闪过 车祸发生时的每一帧画面 梁月 也不知道他和司机怎么样了 我呆愣愣地盯着天花板 却始终忘不了那个炽热的 仿佛能将人融化的怀抱 甚至一遍又一遍地 在脑海里循环播放着 我脸烫得像发了烧 用手背进行物理降温好几次 也依旧毫无作用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是从小吵到大的宿敌 心底一个激动的声音突然冒出来 可是他救了你呀 还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抱着你 另一个粗犷的声音又立马反驳 那你现在难道是准备和宿敌 好好相处了 都要结婚了 当然得好好相处了 你确定他不会认为你被夺赦了 我用力地晃晃脑袋 试图让自己不再胡思乱想 又将被子拉至头顶 把自己整张脸都遮掩着 不过要是真被夺赦了就好了 这样也永远不会想起 之前发生的事情 等等 不会想起 我脑中盯了一声 闪过无数本偷偷熬夜 看过的诗意梗狗写言情小说 瞬间找到了破局的切入点 装诗意 我独自在病床上演练了好久 将梁月会出现的各种反应 都设想了一遍 现在就等着见到他了 不知过了多久 房门终于如愿被打开 穿着白大褂的医生 率先进入了房间内 身后跟着额头缠着纱布的梁月 以往向后梳起的碎发 此时乖顺地垂在他的额前 再没有私下里散漫的模样 出神间二人已行至我的床边 医生一边手调节着点滴速度 一边问道 乔小姐感觉怎么样 来了来了 考验演技的时候到了 我刻意让自己的眼睛无法聚焦 又装作一脸懵懂的模样 我好像忘记了一些事情 医生神色如常地点了点头 从胸口处的小口袋里 掏出一只圆珠笔 开始记录着什么 没再多看我一眼 我的目光缓缓移动到梁月身上 被子里那只打着石膏的腿 悄悄用力 一股熟悉的疼痛感 顿时遍布全身 我小嘴一扁 双眼勤泪 带着哭腔张嘴 老公 这委屈到极致的语气 这刻意脱长的尾音 估计就算是我爸妈现在站到这 恐怕都不敢认我 梁月果然一愣 整个人都僵住了 医生停下手中的笔 看向一旁的梁月 应该是车祸刺激 出现暂时性的认知障碍 待会需要给乔小姐 做一个更加详细全面的检查 我后悔了 但如果我现在说是在开玩笑 估计下一秒就会被她送去精神病医院 于是我眼皮一眨 眼眶里的眼泪 巴搭一下就落下来 站在一旁的梁月 忽然轻身上前 用她修长的手指 擦拭着我的眼泪 不是认知障碍 我的确是她的丈夫 她的手在我脸上轻轻地抹撒 是我从未感受过的温柔 我双目圆睁 对她突如其来的举动 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梁月看着我 不知想到了什么 雾字笑了笑 下一秒便捧着我的脸 在我的额头上落下一吻 温身安抚 别哭了 原本浅淡柔和的木香 却极具侵略感地将我包围 我心跳漏了一拍 接着又快速地跳动着 这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 我想象梁月得知我失忆后 各种各样的反应 唯独没有想象过现在这一种 我正正地看着她 一时不知道做出什么反应 梁月却已经起身 顺手替我噎了噎被子 然后转身 去找不知何时 已经离开的主治医生 我抬手摸了摸额头 大脑一片混乱 梁月 你也被夺射了 经过再一次详细的检查后 我坐着轮椅 对梁月推进了医生办公室 医生看着化验单 得出结论 是一种车祸后出现的 应激综合征 具体表现为 暂时性的记忆缺失或混乱 先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 主要以疗养为主 梁月听了 眉峰紧簇 转头看向了在一旁 无所事事的我 我立马正经微坐 轻轻柔柔地问 很严重吗 梁月挑眉 眼底眸光微转 思觉地见到这样的我 十分新奇 她轻笑了一声 同一声道别后 向我走来 在她的手搭上轮椅时 我身体微僵 犹如芒刺在背 吵了这么多年 果然还是有些不适应 和梁月如此和谐亲近 我身体微向前倾 试图悄悄远离背垫 一只手却搭上我的左肩 甚至微微用力地将我按回背垫靠着 躲什么 梁月垂眸看着我 声音染上些玩味 不是你老公吗 我额脚一跳 轻轻咬牙 有那么一瞬间 我觉得我是真的被撞坏了脑子 不然怎么可能脑袋一热 就喊了她一声老公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深吸一口气后 我仰头看向梁月 准备将小白花人设发挥到极致 坐太久了 我只是想活动活动而已 我语气委屈至极 还带着许些撒娇的意味 老公怎么能这么说我 嗯 梁月望着我 视线在我脸上停留了一会儿 然后满意地勾起了唇角 是老公的错 我 怎么以前没看出来 你这么喜欢这两个字 梁月身边的周秘书 已经将车开过来了 上车时 梁月轻手轻脚地 将我抱进了车后座 不经意抬眸间 我看见周秘书 一脸磕到了的表情 哇 梁月 你的秘书都和现在的你一样奇怪 宾利驶入城南别墅区 在一座三层高的富士别墅前停下 这是两家人 为我和梁月准备的婚房 但我和他 从来都没踏入半步 我们的婚房 车窗上倒映着梁月的身影 只见他姿态 懒散地倚着靠背 似笑非笑 这也忘记了吗 糟糕 第一次装失忆 还不知道 我到底该不该记得这件事 我收回望向窗外的视线 正准备回答时 就听见一声轻笑 随后便见他转身下车 打开了我这一侧的车门 梁月一只手搭在车门上 另一只手向我伸来 姿态放荡不羁 见我看来又仰了下眉梢 语气难得有几分正经 忘了就忘了 他停顿 突然轻身靠近我 声音略低 老公带你回忆 车门半开 昏黄的路灯斜照进车内 在清冷的夜色中 平添了几分暖意 他逆着光 光线勾勒出他深邃的眉眼 我被他眸中的笑意晃了心神 迷迷糊糊间 搭上了他微凉的手心 梁月笑意更深了 在我双脚刚粘地时 他将我拦腰抱起 还顺手颠了颠 身后的宾力扬长而去 不敢多留一刻 梁月抬脚走进庭院 颇有兴致地开口 这院子里的一草一木 可都是依着你的喜好种下的 我望向院中的亭台水泻 假山玉池 更有藤萝翠竹点缀其间 轻优雅致 的确是我喜欢的风格 可这跟你梁月有什么关系 据我所知 在这之前 你可是一直住在另外一套公寓里 我抿了抿唇 有些无语 进门后漆黑一片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 梁月单手托着我 打开了别墅里的照明灯 偌大的别墅里没有用人 家具却整整齐齐地摆放着 崭新而干净 梁月将我放置沙发上后 仍站立在我面前 我仰头 看着他轮廓分明的下河线 不明白他要做什么 只见梁月扯了扯领口 忽然微微屈身 与我对视 几秒后 又十分具有侵略性地 向我缓缓逼近 我心跳陡然加快 下意识地向后躲 警惕地看着他 你干嘛 梁月唇角勾起浅浅弧度 伸手拿起我身旁的靠枕 替我垫在了身后 有人腿脚不方便 梁月语气细血 当老公的不得照顾照顾吗 我双手抓紧了裙摆 心里不停地窜着小火苗 老公老公 攻你个头 直接把这两个字文 在你脑门上的了 我深吸一口气 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 谢谢老公 老公真好 梁月恩了声 笑意慢上眼角 懒洋洋地靠在了沙发上 可我哪能让他歇下来 我环顾别墅内的布局 侧头 看向刚坐下的梁月 悠悠开口 原来这些都是老公 精心挑选布置的吗 梁月身子微微向后靠 姿态悠然 嗓音从容散漫 除了我 还有谁 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 我眨眨眼 对他提出要求 语气中含着一丝醋暇 我有点渴 梁月身形一顿 朴眉看着我 递来的视线耐人寻味 片刻后 又不紧不慢地起身 刻意拖长雨调 行 我去给乔乔找 别墅里的厨房很大 大到只能看见梁月一个人翻箱倒柜的忙碌身影 我忍不住弯了嘴角 我和梁月的婚礼 在一个星期后 如约举行 在这一个星期内 我和他的相处算得上友好 基本都是他说他的 我演我的 但毕竟是商业联姻 婚礼流程算不上繁琐 除去中午的正式婚宴外 重中之重 还数今晚八点的天台晚宴 今年许多新兴企业入驻江城 梁、乔梁家本地企业 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 为了利益最大化 家之我与梁月 在长辈面前表现和谐 双方决定以联姻的方式 促成合作关系 稳定两家军心 这段时间 两家正忙着筹划各种方案 无暇顾及我俩的真实情况 今晚更是他们 与各行各业交换信息的重要途径 我从来没有幻想过我的婚礼 我想梁月应该也没有想过 我和他二人左右 不过是一个从出生就等的嫁人 和一个等的继承家业的区别 但这一点也不悲哀 此时的我身着婚纱 与宴会厅只有一门之隔 婚礼进行曲响起 面前沉重的门向两边打开 我终于看见了浪漫而梦幻的会场 成千上万朵红色玫瑰 分布在会场各处 中间点缀着白色小灯 四星河坠入花丛 昏暗的宴会厅里 只由我身上至数柔和的光 跟随着我一步一步地缓慢移动 梁月穿着深色西装 姿态金贵地立在长廊的尽头 场内坐满了宾客 此刻却十分安静 我行至梁月面前站定 心情莫名有些复杂 梁月回望着我 幽深的谋底 涌动着遍不分明的情绪 我拿起被人托举在一旁的银色婚戒 伸手握住她白皙修长的手 在戴上无名纸的那一刻 我停顿了 我抬头看了一眼她 梁月挑眉 歪了下头 现在想逃婚 她顿了顿 将手向前伸了半寸 戒指卡在了无名纸正中间 会不会有些晚了 我笑了笑 低头将戒指一推到底 只是怕老公不想娶 梁月低谋轻审 没有回答 她娶过女戒 神色专注地戴上了我的无名纸 下一秒 她俯身而来 单手托着我的后脑 另一只手落在我的腰间 唇瓣紧紧贴合 轻烈的木质箱扶过我的鼻尖 淡而灼热 明明是浅尝折指 却让我心止不住地狂跳 梁月眸光深暗 声线低缓 梁太太 下次别把这个忘了 晚上八点整 国内外极具盛名的交响乐团 早已在天台演奏着悠扬婉转的乐曲 我穿着珍珠白的紧身鱼尾礼服 挽着梁月的手臂 在媒体的闪光灯下露出幸福甜蜜的笑容 在梁 乔两家对近期合作情况展开简要描述后 晚宴正式开始 各类名流极具 在宫愁交错之间弹笑风生 唯有一处角落 与晚宴中的氛围格格不入 那是我与梁月一起玩到大的发小们 与他们结识 还多亏了梁月 小时候爸妈常常忙于公司事业 根本无暇顾及年幼的我 思来想去 想送去托馆 又怕我孤单 后来与同样忙于事业的梁父梁母 一拍即合 便直接把我送到隔壁梁家 让我和梁月一起玩 与他们相识的那一天 也是我和梁月成为宿敌开始的第一天 记得当时踏入大院时 小梁月正和他们在商讨 今天该玩什么游戏 我穿着最喜欢的粉纱蓬蓬裙 踏着小皮鞋站在了他们面前 小梁月举起小手 提出大家一起玩枪战游戏 我不满地别嘴 娇生娇气地 对着这一群正激动应和着的 男孩子说想玩公主和骑士的游戏 男孩们面面相去 有的抠着小手 有的低下了脑袋 分明是不想玩 也不忍拒绝我的模样 但那时的我太小 还固执地站在他们面前 认为他们一定会和我一起去玩 后来只有小梁月站出来 乃兄乃兄地对着我说 世界上根本没有公主 在听到这句话的几秒后 我哭着跑回梁家别院 在梁爷爷两奶的面前 嚎啕大哭 小梁月当晚就被梁爷爷打了屁股 好几天没能出去玩 噗 想起小梁月当时哭话的小脸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梁月步伐一顿 侧头望向我 在笑什么 就是你 我笑着回答 却在下一秒止住了话头 好险 差一点就露线了 不远处的许承杰 正热情地向我俩打着招呼 小时候大院里的人 基本都在那边坐着 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 但很抱歉 我乔柔现在只能装作 记不得你们了 没什么 我收回视线 朝那处正在挥手的许承杰 扬了扬下巴 要去那边吗 这不废话吗 依照他们和梁月 三天两头约局的关系 这能不过去吗 看来又得演一场大戏 我看向梁月 等待着她的回答 天台上光线朦胧 淡淡的灯光 恰好勾勒出她侧脸的轮廓 她顺着我的视线望向许承杰 她宁为伴 薄唇淡淡明起 暂时先不去了 啊 这也不记得了吗 梁月放下我搭在她臂弯处的手臂 那是我们一起长大的发小 我依旧正正地看着她 她轻笑了一声 抬手在我的额间 不轻不重地敲了一下 你先去 我还有事需要处理 我对上她那双 蕴着散漫笑意的眼眸 有几分说不上来的不对劲 梁月见我没动静 又微微屈身于我平视 吊铃铛地拖着枪吊 原来我家乔乔这么粘人 我摇了摇头 抬不向角落处走去 行至一半 又回头看了眼梁月 她仍慵懒地站在原地 衬衫解开了两个扣 依旧是那副玩世不恭的模样 乔姐 月歌怎么没来 许承杰弟给我一杯酒 看着梁月的背影 语气里充满了疑惑 我瞥了眼许承杰 我怎么知道 你俩不是结婚了吗 怎么会不知道 许承杰开始不满地嚷嚷 我不管 乔姐 你必须把月歌叫过来 许承杰的大嗓门 嚷得我头皮发麻 只好先无奈地应当 行了行了 她刚说有事 估计等会就来了 许承杰文言顿时一喜 还得是我们乔姐 什么乔姐 坐在环形沙发另一头的副处 笑着接话 现在应该喊嫂子 对对 许承杰凑到我身边 碰了一下我手中的酒杯 笑得狡黠 嫂子 一声声妖娃妩媚的调子 直往我耳朵里钻 我眼角轻轻一抽 几乎是咬牙切齿 许承杰 道 我微笑着看着她 别逼我在这个美好的夜晚删你 话音刚落 许承杰直接把脸对到我面前 还一脸享受得闭住眼 不远处的副处直接踹了她一脚 行了 等会儿真删了 有你好受的 许承杰挨了一脚 仍见兮兮地凑回来说 不过还真没想到你俩居然成了 我摇着玻璃杯里的酒 只觉得耳朵边嗡嗡响 许承杰 你话真的很多 许承杰当然不为所动 直接略过我说的话 又自言自语起来 你记得小时候你俩第一次 见面就吵架吗 那不也有你俩的原因 我十分无语 副处将手摊在两边 耸了耸肩 一副不关我事的模样 许承杰忧怨地看着我 嚷道 那后来还不是陪你玩了半个月的过家家呀 顿了顿 她又不甘心地干好 整整半个月呀 我揉了揉一侧的太阳穴 没再理她 将视线放向不远处 哪知道许承杰突然又来了兴致 她用手肘碰了碰我的手臂 用下巴点了下我视线所急触 正穿着和我同色系晚宴服的年轻女人 我半眯着双眼 这是我和梁月的婚礼晚宴 按理来说 受邀而来的女士 但凡稍微有点情商 应该都会避免与新娘撞色撞衫 这位女士倒是与众不同 这是林家的小姐 林诗文 傅楚顺着我俩的视线看去 许承杰扎着嘴补充 你之前没在的那三年 她一直在追求乐歌 有任何乐歌出席的场合 她一个都不落下 还真没想到连你和乐歌的婚礼 她也能凑上来 我压下心里莫名的烦躁 轻轻嗷了一声 看着她那身珍珠白的晚宴服 是越来越不顺眼 不远处的林诗文向我看来 举杯朝我微微一笑 宣战 许承杰有些激动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起 这是在向你宣战啊 乔姐 我不说话 举杯回敬了她 无名纸上的定制钻戒 在灯光下照耀下 异一声光 拿什么战 我可是的的确确缺少了 在江城的这三年 正准备起身去找梁月时 林诗文出现在了我面前 她脸旁清纯可人 像一朵柔柔弱弱的小白花 乔小姐 她含笑开口 声音清脆甜美 这件婚纱很美 我目光落在她身上的礼服 点了点头 说起来 在乔小姐没回国之前 她撩了撩散落在肩头的头发 我也预定了类似的婚纱 看起来很像同一件 林诗文的目光 在我身上流连 又忽然饱含歉意地笑了笑 你别介意 同一件 到底是同一件衣服 还是同一个人 我向后靠了靠 虚缓手臂 有些好笑地看着她 林小姐想说什么可以直接说 这话中话我倒是听不太明白 我的意思是 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 林诗文回事 偏偏有人站巧横插一脚 让人烦恼 我露出一个笑容 你说得对 是得有个先来后到 我不再理会这朵小白花 转头看向一旁吃瓜正起劲的两人 淡淡道 我不过出过三年 圈子里更新换代这么快 许承杰立马直起身接话 哪能啊 姐姐 她压低声音 却又让在场的人听个分明 这位就根本没进过 站在一旁的林诗文 顿时变了脸色 脸上的笑容逐渐僵硬 我瞥了一眼林诗文 刚要开口 就瞧见梁月相 此处走来 我还没告诉许承杰他们 我失忆的事呢 我起身快步走到梁月身边 挽上了她的手 带着几分委屈 老公 怎么了 梁月在我身侧站定 不再往前半分 林诗文重新挂上了得体的笑容 眼含几分羞涩地看着梁月 娇声喊道 梁少 我觉得我头顶隐约有点冒绿光 梁月目光根本没往她身上看 仍侧头望着我 又轻声问了一遍 怎么了 你惹的桃花寨都找上门来了 还问怎么了 我眨眨眼 很无辜地看着梁月 林小姐说我插足你和她的感情 一旁的林诗文瞪大了眼睛 仿佛根本没想到 我会直接这么添油加醋地向梁月告状 她摆着双手 一副被冤枉了的模样 我没有 梁少 梁月上下打量了她不到一秒 又转头看向我 眉间微拧 我不认识 哼 我刻意避开梁月的视线 转头看向其他地方 你最好是不认识 好了 梁月声线里带着点笑意 带你去别的地方看看 我没回答 手却很诚实地搭上了她的臂弯 梁月看向许承杰他们 笑得温和不失礼貌 我就先把乔乔带走了 你们玩得尽兴 许承杰威正 呆呆地点了点头 回到别墅那时 已经快接近凌晨一点 在主卧洗漱完后 我坐在了柔软的大床上 这一周 我和梁月都是分房睡 是梁月主动提出来的 理由是 虽然已经领证了 但还没正式举办婚礼 当然正合我意 我是失忆了 又不代表我愿意和梁月同床共枕 虽然这么想着 但我还是坐在床上 下意识地看着卧室紧闭着的木质门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 主卧门外没有任何动静 我双手抓紧薄背 原本平整的被子 多出许多褶皱的痕迹 我抿了抿唇 这样最好 看来它也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 我也用不着眼什么恩爱戏马了 咔哒 卧室门雾地被人推开 梁月穿着黑色仇智睡袍 站在门口 门外的暖光 将她原本散漫不羁的身影 平添了几分柔和 我莫名有些生气 你怎么来了 话一出 我愣证了一下 这语气怎么有点不太对 就好像在对彻夜不归的丈夫 发着脾气 梁月勾唇笑了下 新婚之夜 怎么能留乔乔一个人独守空房 说着 她迈步走到床的另一侧 理所当然地坐了上来 独属于她的木质箱 丝丝缕缕地萦绕在我身边 扰乱着我的心绪 乔乔别在等我吗 梁月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声线中透着一股子散漫的笑意 我有些不可置信 谁在等你了 梁月文言挑了挑眉 递来的视线耐人寻味 乔乔恢恢恢复记忆了 忘了还有这回事 我闭了闭眼 情绪瞬间切换 有些委屈 我只是以为老公不会来了 我不记得了 老公还会喜欢我吗 以前的事 对老公来说很重要吗 我故作哽咽地将问题抛给梁月 梁月好笑地看着我 那不都是您 而且不是说过 她轻顿了下 又开口道 老公帮你回忆吗 从小时候第一次见面开始 你就喜欢我了 后来一直穷追不舍 直到今年才在一起 在一起后 你又哭着嚷着要和我结婚 梁月偏头一笑 这不就结了 我 你在瞎说什么屁话 我侧过头 下意识地想反驳几句 梁月却忽然伸手 拉了一下我的手 顺势上前 亲吻猝不及防地落下 心里原本一箩筐骂她的话 全部消失殆尽 只剩如雷骨般跳动的心 我有些慌乱 稳逐渐被加深 我和梁月的身体紧贴 呼吸也交融在了一起 奇怪的是 我好像并不反感 我的手不自觉地 攥紧着她的睡衣 有些承受不住地向后仰 梁月 嗯 她的声音低沉平缓 有种说不出的温柔 梁月终于放开了我 却依旧将头埋在我的颈尖 轻轻地在嗅着什么 她低缓克制地呼吸撒在我身上 有点痒 我忍不住耸了耸肩 缓在我腰上的那双手 却收得更紧了 我轻轻推开她 在我和她之间拉出了一点距离 梁月眸光悠悠 喉结重重地滚了滚 不行 我低垂着眼眸 至少 我慌乱地找着借口 至少等我恢复记忆 嗯 梁月伸出一只手 慢慢地梳理着我有些散乱的长发 那就等瞧瞧 我悄悄瞄了瞄她 试探性地往她身上靠了点 手也须须地还着她的腰 梁月一出一声笑 带着点沙哑和低沉 撩叨我耳根通红 她摸了摸我的头发 声音很轻 睡觉吧 瞧瞧 月光在窗边落下一道道 细碎斑驳的光影 我看着梁月熟睡的侧眼 我心仍跳得厉害 梁月 其实 你也有一点喜欢我吧 距离婚宴过去不久 许承杰又开始隔三差五地传局 许承杰 乔姐 几日不见如隔三秋 周末来小聚一下呗 记得把月歌烧上 我 到底是你老公 还是我老公 而且一起去了 我还怎么演 直接玩完了 我看了眼 靠在沙发上看着文件的梁月 又低下头继续打字 我 自己问 许承杰几乎是秒回 乔姐 你没发现月歌有点不对劲吗 我 许承杰 上次你俩结婚时 她看见我和傅楚都没过来 看我俩的眼神 简直像陌生人 好像是闲光打字不够 彰显她的悲伤 还连发了好几段语音 我点开了第一条 却没想到是外放 一时间 别墅里只能听见许承杰放声干嚎的声音 一旁正在翻阅文件的梁月手一顿 目光轻轻地从我手机上掠过 又回到了文件上 我连忙调小了音量 头疼着安慰她 可能当时光线太暗没注意 放心 她还是最爱你的月歌 对面隔了一会儿才回复 那你周末记得把月歌带来 行吧 我又抬起头 看向梁月 此时 她不知在思考着什么 双腿随意地交叠 手里的文件好半天没有再翻译 梁 梁月挑起一边眉 转头看着我 我顿了顿 倾咳了一声 又重新开口 老公 许承杰让参加周末聚会 刚刚那个声音是许承杰 梁月答非所问 我点点头 继续问 去吗 梁月文言 抿了下唇 淡淡道 不去了 公司事情太多 比较忙 我撇了下嘴 小声嘟囔 没见谁在蜜月气忙的 说什么 没什么 我穿上拖鞋 上楼走向卧室 只留梁月一人在客厅 一日 正好到了周末 床的另外一边 空了一整夜 我洗漱完下楼 准备简单地吃个早饭 客厅里 梁月正闭着眼睛 倚靠在沙发上 身前的桌上摆放着一堆文件 似乎是在睡觉 梁月 梁月没风轻醋 睁开了眼 声线带着许歇沙哑 嗯 怎么睡这儿 我疑惑 梁月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一时半会儿没说话 我弯下腰 伸手在她面前晃了晃 梁月忽然攥住了 我晃动的手 指负在我手腕处 妈撒了下 一阵疏痒 醒了 梁月嗓音有些低哑 去换衣服 我收回手 不自觉地揉着手腕 不明所以 换衣服 梁月唇角勾起 不嫌不淡道 不是想度蜜月 蜜月 我懵了 梁月站起身 揉了揉我的脑袋 嗯 带你去玩 直到我坐在了私人飞机上 也仍然没有反应过来 身旁的梁月正在闭目养神 所以梁月昨晚是通宵处理公务了 为了我和她的蜜月 我望着梁月的侧颜 心脏莫名其妙地露了一拍 我向空姐要来一条宝毯 轻轻地搭在了梁月身上 男人眉梢微动 仰起了嘴角 我应该是睡着了 迷迷糊糊间 我被梁月就着我身上 不知何时盖上的毛毯抱了起来 好像又窝在她的怀里 坐了许久的车 最后终于在柔软的大床上 沉沉地睡了过去 二十一 再次醒来时 已经是下午一两点 梁月坐在床上用平板浏览着 财经新闻 神情专注 我抿了抿唇 伸手轻轻拉了下她的衣角 我醒了 梁月抓住我的手 轻轻揉了下我的指尖 那瞧瞧要起床吗 嗯 我半张脸埋在被子里 声音嫩嫩的 原来我和梁月住的海边独栋别墅 站在别墅里 就可以眺望整个大海 沙滩上还有不少外国人 正细细游玩着 不远处的浪花 不时地涌上沙滩 撞击着礁石 溅起无数颗细小的水珠 我换上了泳衣 拎着拖鞋 正准备出门 踩在柔软的细纱上时 被梁月叫住了 不是不会游泳吗 梁月站在房门处看着我 我应声 嗯 但这件挺好看的 嗯 好看 梁月勾唇笑 但晚上还得去其他地方吃饭 换一件 我扯了扯泳衣的花边 在门口纠结着 梁月走到我身边 接过我另外一只手上的拖鞋 牵起我的手 我记得 乔乔不是还带了好多漂亮的裙子吗 是还有挺多的 我莫名其妙地跟着梁月上楼 换上一套吊带长裙 当地时间晚上七点半左右 街边商铺外 各式各样的灯光陆续亮起 梁月带我走进了一家半露天的餐厅 餐厅里各处串着一个个小灯泡 放着轻柔平缓的纯音乐 梁月坐在我对面 骨节分明的修长纸节 有一搭没一搭地轻敲着桌面 似是察觉到我的目光 她心情颇好的笑了下 慢悠悠道 好看吗 我微正 却没一开视线 思索了好一会儿 我才开口 要是我已经恢复记忆了 会怎么样 梁月的手指顿了顿 姿态懒散地向后靠了下 不怎么样 她的目光对上我 眼眸深邃 声音很轻 都会是我喜欢的瞧瞧 我慌乱地一开视线 拿起桌上的鸡尾酒喝了口 脸上微微发烫 应该是酒度数太高的原因 梁月低笑了声 那瞧瞧你呢 那我呢 我垂眸沉隐 下意识地用大拇指掐着食指 餐厅里的纯音乐 不知何时已经接近尾声 下一秒便播放着 Get to the Moon 我又闻到了 独属于梁月身上的松木香 我终于抬眸 静静地望向梁月 那我也喜欢你 梁月猴杰轻轻滑动了一下 眼眸转身 瞧瞧再说一遍 我瞪了她一眼 没听见算了 梁月看着我 勾唇轻笑 听见了 我也禁不住 上弯了嘴角 接下来的三四天 我和梁月之间的相处 简直算得上是秘里调游 好像这才算真正的 在和她谈着恋爱 回到江城时 是一个雨天 假期堆积了太多工作 以至于一下飞机两月便直接去往了公司 我站在路边等着司机的到来 无所事事地浏览着手机上最近的新闻八卦 手机接连震动好几下 全是许承杰发来的消息 乔姐 回来了 那条八卦贴指定是假的 你可别真信了 还没反应过来 不一会儿她又发来消息 要是真的 也是过去是了 相信月歌 我皱了皱眉 点开微博 搜索着梁月的名字 词条紧接着出来的便是 梁月临时文 点进一看 热门帖还有更加醒目的标题 梁氏太子爷与她的白月光 有情人本应忠诚眷属 无奈竟被他人插足 整篇帖子里都在描述 梁月大学时与她的白月光临时文的相识相知 本以为二人大学结束后会结婚 却没想到被江城另外一位大小姐 杰族先登 明里暗里都在说 这位大小姐是小三 而这位大小姐 好巧不巧 正是我 我站在路边 看着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谴责 更有部分不理智的网友 已经冲到许久未营业的乔氏集团观博下 纷纷留言 表示愤怒 又是这三年 我出国留学的这三年 我摁灭了手机 回想起婚礼晚宴上梁月的反应 物字出神 周秘书已经将黑色宾利停至我面前 他下车将我身旁的行李放置后备箱 随后替我拉开了车门 太太 梁总吩咐我来接您 我点头 没有应声 周秘书看了眼我的神色 又突然开口道 梁总还在公司处理公务 我没再看他坐到车上 闭上双眼 车子缓缓行驶着 耳边止于窗外雨水 敲打车窗的稀利声 闷得发慌 手机铃声打破了让人窒息的安静的氛围 我睁眼看向亮起的手机屏幕 爸 我揉着眉心 接通了电话 小柔 在回家的路上吗 嗯 我和梁月在洽谈城南项目 项目书放在了你们的书房 帮爸爸找找 梁月呢 我问 正在驾驶的周秘书 透过车内后视镜看了一眼我 又匆匆一开视线 他 在看文件呢 我闭了闭眼 诞生回应 知道了 窗外的景色飞速倒退 就连天空也是昏沉沉的一片 到达别墅时已将近傍晚 我在书房里翻找着城南项目书 不经意间 我翻到了抽屉里的诊断证明书 是我和梁月婚前出车祸那一天的日期 乔柔 应激综合症 装的 我扯了扯嘴角 翻向下一掌 梁月 暂时性失忆症 我证了片刻 继续浏览 患者脑部收到剧烈撞击 出现一定程度的记忆缺失 对曾经经历无法回忆 我难难地念出了诊断书上的症状 除这张诊断书外 还有与组织医生签署的保密协议 不得向第三者透露 所接触病患的所有信息 以免造成梁氏企业股价波动 所以 梁月才是真真实实的失忆 因为公司股价 她对所有人隐瞒了病状 甚至演出了一副 从未失忆的模样 她完美地骗过了所有人 我末地回想起那天许承杰对我说的话 乔姐 你没发现月歌有点不对劲吗 看我们的眼神像个陌生人 还有梁月对大院人每次团局聚会的拒绝 以及在婚礼晚宴上 对林诗文说出的不认识 我攥紧了手中的几张纸 梁月到底是不认识 还是不记得了 你对我的喜欢 会不会也是你精心演出来的 周秘书带着项目书走后 我不知在书房里坐了多久 直至夜幕笼罩 整间书房陷入黑暗中 我才拿起早已被我调成静音的手机 大概有数十个位接电话 都是梁月打来的 微信里的未读消息也很多 我点开梁月的消息框 链接 梁氏企业就今日关于总裁绯闻澄清说明 内容大致是对这条八卦帖的辟谣 并对评论区的一些恶评进行起诉 瞧瞧 我才开完会 等我回家 大概隔了十几分钟 他又发送 我不认识他 最后一条消息发送在一分钟之前 我马上到家 等我 快到家了 我蹭了一下站了起来 连忙向外走去 现在的我 还不想见到他 或者说 不敢 我不敢面对失忆后的梁月 我害怕 害怕他其实根本没有喜欢过我 我将车开离车库 向婚前我独自居住的公寓驶去 在我即将踏入楼洞门口时 电话铃声响起了 是梁月 我按下绿色的接听键 瞧瞧 我 梁月声音微颤 带着从未有过的急躁不安 梁月 我单声打断他 我骗了你 停顿少请 我再次开口 我从来都没有失忆 或许是为了好玩 我在那次车祸后 假装失忆了 骗了你这么久 对不起 我现在不想装了 所以 你也不用那么费力地做那些表演了 听筒里传来他深浅不一的呼吸声 我挂断了电话 后来梁月又相继打来好几个电话 我没有再接听 回到熟悉的家中 我习惯性地坐在了窗前的沙发椅上 四周寂静无声 家家户户逐渐熄了灯火 我住的楼层不算太高 倒也能看清小区中的部分景色 但此时窗外的一切都笼罩在夜色里 显得模糊而又不真切 有一束灯光从远处打来 滑破黑暗 逐渐向此处靠近 最后俐落地杀在了楼下 是梁月之前停在别墅车库内的银灰色轿跑 我下意识地起身走到窗边 想看得更清楚些 没想到恰好对上了梁月望向此处的目光 她正倚靠着车身指尖的烟露出点点星红 身上仍穿着今日刚下飞机时穿的那套衣服 我垂下眼眸拉上了窗帘 放置在一旁的手机在几秒后亮起 是梁月发来的微信消息 晚安 瞧瞧 我睡得并不好 梦里全是与梁月有关的回忆 一会儿是儿时和她吵吵闹闹的情景 一会儿又是和梁月的婚后时光 天懵懵亮起时 我又来到了落地窗前 银灰色轿跑阵缓缓向小区门口开去 我摇摇下唇再次拉上了窗帘 我原以为梁月不会再来了 没想到一连好几天她都在楼下 而在次日清晨又会驾车离开小区 微信上除了每日一句的晚安外 再无任何话语 江城这几日的雨连绵不断 接到老妈电话时 正是雨下的最大的那日 南南啊 老妈好像才出机场 雨声哗啦啦的响 怎么一回来就是雨天 老妈连声抱怨着 下一秒又开口道 要不妈妈再出去旅游一圈好了 你先问问爸同不同意吧 我有些无奈 老妈前阵子疯狂沉迷刷短视频 有一日大概是刷到了一个旅行视频 颇受鸡汤文案荼毒的老妈 立马决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果断抛下了一直在工作的老爸 直接就飞去了目的地 直到今天才回到江城 与他聊了一阵后 他终于坐上了家里的接送车 南南 你和梁月相处得怎么样啊 我一愣 还 还可以吧 这孩子不错的 电话那头的老妈 仍继续说着 当初选你俩新房的时候 都是他一人考虑决定的 没让我们操一点心 新房 我疑惑 你俩那个别墅啊 当时从悬址到装修 全是小梁一个人亲力亲为的 通话结束两久 我仍没缓过神 那栋我和他之前 从未踏入半部的别墅 是他亲手安排布置的 所以他那日对我说 院子里的一草一木 都是按照我喜欢的样子种下的 也不是在开玩笑 可失忆后的梁月 是怎么知道的 入夜后的雨下得更大了 大滴大滴的雨珠 狠狠地砸在窗上 留下一道道水痕 那辆银灰色轿袍 仍停在楼下 静静地守候着 我握着手机 点开梁月的对话框 反复姗姗改改 犹豫了好一阵 我终于按下发送键 雨很大 要上来吗 没有得到回复 片刻后 手机泛起银白色的光 开门 我 所以你早就摸清了我楼洞的密码 以及我的门牌号 梁月站在门口 身上的衬衫略湿 丝丝点点地黏在她轻瘦的腰线上 她乌黑的头发也沾着许些水珠 凌乱地散在额前 原本总是成着散漫轻挑的眼眸 也变得湿漉漉的 我眨了眨眼 现在的她就像 一只可怜又狼狈的落水大狗狗 梁月上前一步 牵起我垂在身侧的手 声音带了些淡淡的哑 瞧瞧 我闻到了她身上淡淡的烟草味 见我没反应 她捏了下我的指尖 还是很低声地换着 瞧瞧 我暗叹一口气 很轻地恩了一声 反握住她戴着凉意的手 将她带进客厅 今天一天都在下雨 车上没伞吗 我递给她一个干净的毛巾 梁月接过 却只是将她搭在头顶 顿了凉久 她才不自然地开口 坏了 什么 梁月别开目光 雨伞坏了 看着沙发上的落水大狗狗 我有些忍君不禁 刚弄坏的 梁月似乎捕捉到了 我短促的笑声 一双漆黑湿润的毛子 一眨不眨地望着我 眼里有点点细碎的光 瞧瞧 嗯 我站在她身侧 一只腿半跪在沙发上 伸手擦拭着她头发上的水渍 梁月有些得寸进尺地 搂住我的腰 身体也一点点试探着靠近 梁月 感受到梁月带着潮气的身体 我警告性地唤了一声 梁月不为所动 人环臂轻靠着我 梁月 我合理怀疑你在卖惨 但巧的是 我巧柔好像就吃这一套 先去洗澡 我推了推她 试图拉开一点距离 梁月文言 只是又用脑袋蹭了我两下 再抱会儿 松木香混着淡淡的烟草味 萦绕在我鼻尖 并不难闻 我摸着她身上半湿不甘的衬衫 你抽烟了 我垂眸看向梁月 补充道 很臭 于是几秒钟不到 男人已经毫不迟疑地 起身去了浴室 我端着一杯温水走进客房卧室 梁月坐在床边 头发蓬松干燥 很明显是刚吹完头发 我放下水杯 准备离开房间 瞧瞧梁月起身 拉住我的手 对不起 我蹲住脚步 溺了一眼她 小声嘟囔着 现在才说对不起 我听见梁月很轻地低吱一声 随后一双手便一把固上我的腰迹 我腰上一紧 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坐在了梁月的怀里 以为你不想见我 她解释 况且道歉得当面说才有诚意 梁月的声音低雅微沉 贴着我耳畔响起 酥酥麻麻地挠着心口 你再说我没诚意 我拧眉 有些恼怒地瞪她 没有 梁月当即否认 态度颇为温和 瞧瞧地道歉最真诚了 她抬眼看着我 眉梢带了点淡笑 我忍不住俯上她的眉眼 你还是梁月吗 我试探着问 梁月微愣 反应过来后 又无奈地笑了起来 瞧瞧我是诗意 不是幻魂 那你 我含混不清地嘟弄了一句 梁月没有听清 靠近我半分 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 飞快地重复 那你恢复记忆之后 还会喜欢我吗 其实自始至终 我担心的 都是这个问题而已 我的手 拂过她的脸颊 梁月轻轻地蹭了蹭 温身回应 不是说过 都是我喜欢的乔乔吗 哦 我嘴角翘了下 有些抑制不住地雀跃 但还是口是心非地反驳着 你又说不准 梁月显些被我气笑 她一只手估在我的腰间 一只手拿出她的手机 解锁后递给我 我不明所以 突然让我查手机 梁月轻扬了下眉烧 打开看看 我接过手机 直接点开微信 提醒到 梁月劝你别太自信 怎么了 你没听过吗 我看了梁月一眼 网上有句话说 没有一个女人 能从男人的手机里 笑着出来 梁月恩了声 声线带着一丝调侃 那瞧瞧可能会是 那个例外 我没再理会她 专注地看着手机 其实也没什么 可以检查的 梁月的消息列表中 大多都是 简明恶药的姓名 只有我被放在了置顶 备注是老婆 我思索了一番 在顶端缓缓输入了 林诗文三个字 没有相关联系人 我满意地轻晃了下手机 还不错 梁月好笑地看着我 只是还不错吗 嗯 我尾音轻扬 带着明晃晃的得意 梁月拿回手机 用手圈助我 使我和她 能同时看见手机屏幕 她点开自己的朋友圈 低声道 是这个 她修长的手指 慢慢滑动着屏幕 我看见了许多 仅她自己可见的朋友圈 但每一条都与我有关 大概是从高中 就开始记录着 从一开始 悄悄吐槽 我像个既高傲 又花枝招展的白孔雀 到逐渐频繁地出现 可爱 喜欢等词语 每一条都是漫长时光里 少年情斗初开的 最好证明 中间停了三年 是我出国的那段时间 再近些的日子 便是我回国后 二人联姻的日期 而最后一条朋友圈 停在了我和梁月 出车祸的那日 我脸慢慢热了起来 甚至有些发烫 我唇角筋不住上扬 所以梁月你从那么早 就开始暗恋我了 梁月看着我得意的神情 忍不住亲了我一下 目前看来是这样的 她轻顿又继续补充道 并且这份感情 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那你和我吵架 都是想引起我注意 梁月眸中带笑 故作沉思 这就不知道了 我捶了一下梁月的肩膀 你最好快点想起来 好 梁月眸中带笑 顺势将我抱起放在床上 那现在可以睡觉了吗 老婆 我还着梁月的脖子 主动亲了她一口 然后倾台下巴 嗯 准了 梁月没动 垂眸望着我 眸光渐深 放在我腰间的手臂 渐渐收紧 梁月一只手扶上我的脸 落下一遍又一遍地吻 迷迷糊糊间 我听见她音哑的声音 瞧瞧 给我 之前让人心软的落寞大狗狗 变成了精力充沛的狼 一口一口地品尝着美味的佳肴 这一晚我终于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我和梁月在体力上的差异 我在第二天和梁月回到了城南别墅 回到别墅后的生活比之前更加惬意了 梁月在去往公司前 会回到床边亲吻还在被窝里的我 下班时也常常会带一份礼物回家 有时是一束鲜花 有时是我分享给她的美食 我总是有种想给人炫耀的冲动 但无奈微信联系人中 还有不少塑料名媛姐妹 于是许承杰和傅楚 变成了被迫吃狗粮的人 我 今日分开心 梁月送了我一颗星星 配图是一颗小行星的署名书 傅楚 许承杰 过了十几秒 许承杰的语音消息如约而至 许承杰刚好 巧姐 狗命也是命啦 我被这个活宝逗笑 弯起了嘴角 坐在身侧的梁月 揽着我的腰 单手拿着平板 浏览着新闻 我在她怀里抬起头 梁月 你对他们真的没印象吗 梁月低头亲了亲我 低声应道 嗯 不记得了 许承杰这周末又攒了个菊 要不要去看看 我扯下梁月的衣摆 提议 万一就想起了什么呢 好 没想到梁月周末要处理的文件 比工作日还要多 我在家中等待着她 准备和她一同前往目的地 直至超出正常下班时间好久 她才打电话 告诉我已经再往回赶了 暮色渐渐笼罩下来 梁月仍未到达 属于梁月的专属铃声响起时 夜色已至 你好 我是江城医院的医生 患者因车祸昏迷 现已经在医院进行检查 请您尽快到达医院 三分钟后 我慌乱地跑出家门 去往医院的路上时 我一边开车 一边拨通了周秘书的电话 太太是一起追尾事故 但梁总不知道为什么陷入了昏迷 现在已经在检查了 我踩下油门 加快了行驶速度 到达病房门口时 医生恰好出来 我上前两步 焦急地问道 医生 我是梁月的妻子 现在她的情况如何 患者已经醒了 头部有些擦伤 脑部存在的少量瘀血 已经被缓慢吸收了 现在没有什么大问题 稍后就可以办理出院手续 但后续需要再次复查一遍 我一路上紧绷的神经终于烧松 反应过来后 我危症 意思是 她失忆症也好了 医生点点头 又形色匆匆地赶往下一个病房 医院内灯光明亮 梁月穿着宽松的病号服 额间缠绕着纱布 已经起身侧坐在病床上 我站在病房门口 一时不敢上前半步 梁月好像也若有所感 转头向此处看来 我心跳加快 却不自觉地放慢了呼吸 梁月看见我 右边眉毛轻挑地扬一扬 在那傻站着干嘛 语气带着熟悉的慵懒随性 她嘴角勤笑 又不急不缓地开口 还不来亲亲你的老公 我鼻子一酸 快步走向梁月 扑入她的怀中 梁月也紧紧抱着我 温热的呼吸 喷勃在我的耳侧 她一只手落在我的发顶 轻轻揉了两下 小孔雀 哭什么 她话音刚落 我哭得更大声了 错了错了 梁月手足无措 不停地用手指擦拭着我的眼泪 连声哄着 是小公主 梁月捧着我的脸 轻轻地落下一吻 声音有些发色 是我梁月的老婆 梁氏集团总裁梁月 最近心情异常好 无论是在工作还是聚会中 她那双桃花眼里总是带着十分明显的笑意 问也不答 众人十分摸不着头脑 梁月打小就喜欢欺负乔柔 喜欢看她两颊气鼓鼓的模样 那时的她以为自己不可能会喜欢上像乔柔这样的大小姐 骄纵任性 张扬跋扈 但在往后的日子里 她的目光总是会不自觉地追逐着这抹娇俏的身影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开始暗自期待乔柔每一次主动地找茬 开始像个小男生一样欺负自己喜欢的女孩 来吸引她的注意力 她原本打算毕业时就向她表白 让这份喜欢变得光明正大 谁知高三毕业后 她再也没见过乔柔 而后来的她 每每回想起整个少年时代 竟然都是她裙摆上明媚的颜色 于是梁月在父母询问 是否愿意和乔家联姻时 几乎是想也不想 就直接答应了 梁夫梁母见儿子如此果决的模样 还以为是受了什么刺激 又干巴巴地补充道 其实家里这个条件 不连一眼 连 梁月拿起放在桌上的手机 从椅子上起身 只留下轻飘飘的三个字 必须连 当晚 她那些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中 又多出一条 要养一只金贵的小孔雀了 而在同一时间 乔柔的朋友圈紧随其后 天大的坏消息 她似是觉得 不够表达内心的感受 又在末尾 加上了好几个大哭的表情 梁月挑唇笑了声 伸手给她点了个赞 于是不到半秒 这条朋友圈便不见踪影了 她不愿意 梁月摁灭了手机 轻轻地择了声 但她想象不出来 乔柔挽着别的男人 出现在自己眼前的画面 这只小孔雀 只能她自己养 这天之后 梁月开始亲自着手 安排联姻的相关事宜 婚房 乔柔喜欢僻静 环境优美的地方 她便定下了城南的别墅 婚礼现场 她订购了成千上万朵玫瑰 铺满会场 如同乔柔一般 明媚而张扬 至于婚纱 只能让乔柔自己挑选了 这天她和乔柔坐在宾历上 前往婚纱店 确定最后的细节 未腾出空闲时间 而熬夜工作的梁月 正靠在背椅上小气着 梁月你 小孔雀好像又炸毛了 梁月将乔柔的小表情收入眼中 唇角若有若无地弯了一下 又怎么了 她转过身 弯起臂膀 模样一如既往的娇俏可爱 梁月视线定格在 乔柔白净的脸庞上 唇边的笑意还未完全绽放时 余光便撇见一辆私家车 不受控制地向乔柔身后 飞驰而来 一切发生得太快 梁月来不及多想 直接将坐在车窗边的乔柔 搂入怀中 紧紧拥抱着 小孔雀很怕疼 所以不能让她受伤 梁月再次醒来时 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她大脑一片空白 甚至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在医院 直至组织医生过来 告诉了她现在的情况 她大脑才做出下意识的反应 与医生签订保密协议 等医生走后 她拿起了屏幕 有些碎裂的手机 开始了解缺失的记忆 于是她凭借着微信中 那些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 踏过悠长的岁月 窥见了自己无声的暗恋 与这场早有预谋的婚礼 在这之后 她来到了乔柔的病房 但她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她 此时的乔柔 躺在病床上 穿着一身病号服 再和医生交谈着 她的目光 渐渐落在她身上 四目相对时 她突然红了眼眶 表情委屈到了极致 语气带着哭腔 老公 梁月的心一下又一下地跳动了起来 见她掉下眼泪 她的心也充斥着一种 密密麻麻的酸涩感 记忆中缺失的脸庞逐渐清晰 梁月俯身落下一吻 温声安抚着她 这的确是她的小孔雀 她想 梁月恢复记忆之后 我总是觉得格外别扭 虽然从种种迹象来看 都是梁月先喜欢上我 但现在只要对上她那双含笑的眼睛 我总是会害羞 瞧瞧 梁月将车停在许承杰新开业的酒吧前 我坐在副驾驶 侧头看了眼梁月精致的侧脸 又快速地扭头 目不斜视地盯着前窗外的花篮 耳边传了一声无奈的叹息 我疑惑扭头 却突然对上男人放大的脸 梁月伸手捧着我的脸 唇瓣和我紧紧贴合 缠绕的唇齿间 近视她的气息 片刻后 她放开了我 眼里有种说不出的温柔 还要害羞多久 她嗓音低缓平稳 我莫名心虚了一瞬 嘴硬当 谁 谁害羞了 嗯 她的视线又落在了我的唇上 嘴角带着笑 老婆没有害羞 老婆 这是梁月恢复记忆后 第一次叫我老婆 我极快地眨了一下眼 有些抑制不住唇角的笑容 车内很安静 我的小心脏在不停地乱跳 她会不会也听到了 我眼耳盗铃般 伸手按着胸口 却换来梁月侯间一出的一声低笑 真可爱 她笑意慢上眼角 伸手揉着我的头顶 我抬眸望向她 她也注视着我 在下一个稳即将来临时 车窗却突然被敲响 扣扣扣 许承杰一张大脸对在车窗外 正探头探脑地研究着 能不能看清个什么 窗外 许承杰叙叨叨 怎么贴个这个 啥也看不清 一旁的傅楚十分无奈 人家两口子想下来就下来 用得着你操心吗 许承杰文言立马不满了 开始大声嚷嚷道 月哥好久没来了 今天说来 这不又迟了十分钟吗 万一他又搁我怎么 话还没说完 梁月便打开车门下车了 他没风微微一扬 迟个十分钟 怎么了 从小就跟着梁月屁股后转的 许承杰立马没了脾气 自然是要把我最爱的月哥哥 请进去 包厢内 酒过三巡后 梁月将自己之前失忆的事 告诉了小伙伴们 许承杰把酒杯重重地 往桌上一颗 洒出不少酒水 我就知道 他神情激动 我好早就发现 月哥不对劲了 只是没想到 月哥连我们也不告诉 许承杰声音越说越小 最后还喝了口闷酒 我瞥了眼一旁的梁月 示意他去安慰下许承杰 梁月靠在在沙发上 双腿一曲一直 手中端着透明的酒杯 朝我摇了摇头 果然 许承杰没消沉的几秒 他又忽然站了起来 不过也能理解 毕竟月哥那大家族 谁能不防着点 来他端起酒杯 高举着 敬爱 与明天 这个状态明显是喝醉了 大家相视一笑 还是起身站到了他的身旁 梁月牵住我手 将我拉至他身边 伸手揽着我的腰 大家一起举杯相碰 灯光将溅出的酒水 折射成耀眼的星星 时光轮转 大愿人依旧如初 敬爱与明天